大家好,在上一个视频演示中,我们定义了sine,cosine和tine,使这些函数更广泛应用于几何问题。 看这里,我们有一个单位元,而这里是derta角,我现在用直线工具。 我们说这个夹角derta,位于x周,也就是单位元的半径。 这是半径,与另一条半径之间,另一条半径与元相交的点,我们给出它的坐标xy。 三角函数的新定义就是,一个确定的角对应着唯一确定的正旋值或余旋值。 在这里,sin delta等于y,y就是单位元与半径相交的外坐标。 我们说过,这个是单位元,单位元的意思就是它的半径是1,不是任意随便的。 cos delta等于x坐标上的这一点,这就是x。 tan delta等于相邻两边的比值,就是y比x。 这很有意思,因为它也等于sin delta比cos delta。 我只是带换了一下等号两边的。 我并没有计划在这节课讲到它,但是这一点值得你去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来看看,或是试着理解如何定义这些函数。 那么,我们先从正旋开始吧。 然后,我们试着画出它的图像。 那么,让我们这么写,我们做一个小表格。 我在定义函数的时候经常这么做。 我们把delta角的值写一边,然后我们在另一边找出它的正弦值。 那么,当delta等于0时,sin delta等于什么呢? 当delta等于0,对吧? 那么,在两个半径之间。 这是半径。 这是半径。 这是半径与单位元相交的点。 这个点的坐标就是1,0,对吧? 所以,它与单位元相交的坐标1,0。 那么,sin delta就是外轴坐标。 所以,sin delta等于0。 如果我说,当delta等于2分之π时,sin delta等于多少呢? 那么,现在,我们的半径与单位元相交的坐标是0,1。 坐标是0,1,y等于什么呢? 那么,它就是1。 当delta等于π时,sin delta等于什么呢? 所以,π弧度时,我们与单位元相交在这里。 这是π弧度,也是180度角。 它与单位元相交的坐标是-1,0。 再来一次,这是单位元,坐标是-1,0。 那么,y轴是什么呢? 它就是0。 所以,sinπ等于0。 让我们继续转这个圆。 这个角,当delta等于3分之3π。 错了,不好意思,是3分之3π。 因为,这是一个π,这是π的一半。 所以,这里是3分之3π。 所以,当delta等于3分之3π时,sin delta等于多少呢? 现在这个,与单位元相交的坐标是0-1。 所以,这时,sin delta等于-1。 如果你走完整个圆,那么弧度就是2π。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一点。 那么,sin delta,在这里,也就是delta等于2π。 所以,sin delta等于0。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用图像联系起来。 那么,我将给你展示正弦函数的图像。 我先画x轴。 这是我的x轴。 接着,我们画y轴。 好了,这是y轴。 这是x。 但在这堂课,我们不管它叫x轴, 我们叫它delta轴。 因为我们建立的函数,对应确定的值是delta。 所以,这是delta轴。 现在,我们就来画sin delta的图像。 所以,我们说,当delta等于0时,sin delta等于0。 所以,这一点在这里,坐标是0,0。 当delta等于2分之π时,sin delta等于1。 所以,这个点就是2分之π1。 对吗?它就是1。 当delta等于π时,sin delta等于0。 所以,这个点的坐标就是π0。 当delta等于2分之3π时,sin delta等于多少呢? 这里是2分之3π。 它等于-1,对吗? 很有意思吧。 而当delta等于2π时,又一次sin delta等于0。 我们知道,这些点在正弦函数的曲线上。 事实上,你还可以找出其他的点。 把这个当作练习做出来,你会觉得非常有趣。 你可以通过30、60、90度三角形,或是勾股定理,计算出其他很多的点。 但是事实上,你得到了一条曲线像这样,让我用一个好看的颜色描出来。 你得到了像这样的曲线。 你可能以前见过它。 这个函数实际上就是正弦波。 它看起来就像是震荡,或做向下或向上运动。 而实际上,如果你继续添加小于0的delta,正弦波会继续向delta的负方向波动。 它将向两个方向继续波动。 永无止境。 而上下振动,介于1与-1之间。 所以,这就是正弦函数的曲线。 而下一个视频,我将向你展示余弦函数的图像。 然后,我会告诉你,它们之间的关系。 它们是怎么描绘出不同类型的振动波,以及它们的频率和幅度又有什么联系。 你也可以坐下来,拿出一张纸。 先试着自己画出余弦函数或者正切函数。 那我们相约下一次视频。